嗨!我是姐夫 大家好 姐夫已经分享过了鲨鱼 把鱼片片下来的方法 那把鱼片片下来之后 那剩下的鱼骨头 能干什么用呢? 那最好就是来熬汤咯 那姐夫今天就来分享 如何熬西式的鱼糕汤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旁边有一个肉汁 接下来我们要切一些蔬菜料 红萝卜 白萝卜 洋葱 蒜头 这边有两只蒜苗 这边有一些青葱 这边有一些芹菜 通常我们的芹菜叶子不太用 那现在最好就是拿来熬汤 加点白酒 白胡椒粒 我们加点香料 看手上有什么 手上有一些意大利香料 米蝶香 那现在我们的蔬菜 先让它煮一下 盖起来 写开了 我们现在就把鱼骨头 放下去 再把它盖起来 先把它煮到沸腾 待会我们再把它关小火 我们的鱼汤煮开了 现在我们把它关小火 把它把渣汁绕掉 好香哦 西式的鱼高汤不用煮太久 接下来我们用小火 大概40分钟到45分钟 就可以咯 我们一边熬 一边把杂质给捞掉 我们在熬西式的高汤 通常也不太会去搅拌它 这样子我们的高汤 就会比较清澈一点 像这样子 让它保持小小的沸腾 这样就可以了 不用开太大的火 时间差不多咯 45分钟 我们现在把它捞起来 我们现在把它捞起来 再把它过滤 这边还有不要浪费 这边还有不要浪费 好咯 九幅的西式鱼高汤 就完成咯 我们把鱼的肉片下来 骨头就拿来熬汤 接下来 这些鱼高汤 我们就可以用在 各种不同的海鲜料理 或者是煮粥 煮面 用途多多咯 今天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你们喜欢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此外 姐夫的秘秘武器 鱼高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